我的第一順位一直是我的模仿阿嬤 第一個是媽媽 第二個是她的山 她永遠在跟她的山談戀愛 基本上我是當小山快16年吧 我跟路路的感情也是從一點一點 然後到現在 我跟她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有點像婦女戀 然後現在 她一天一天的長大 現在感覺很像姐弟戀的感覺 我覺得我一直是處在第三者的狀態 真的真的我是處在第三者的狀態 因為其實她的第一選擇不會是人 她的第一選擇通常都是別的東西 那她也會跟山談戀愛 跟地談戀愛 但我一直是處在第三者 那因為現在她64歲 明年65歲就可以做國愛做了 我看她會回心轉移 我的第一順位一直是我的模仿阿嬤 第一個是媽媽 第二個是她的山 她永遠在跟她的山談戀愛 基本上我是當小山快16年吧 那個 滑甲少年 可是 那是我在即興唱一首歌 然後即興唱一首歌 我其實是一個不太 我唱千萬的歌詞改變 然後我就脫口 她不在管我的事情 她不在管我的事情 我當然不管阿 這個是如果一般女人管的話 其實氣瘋 我們夫妻阿有一個特質就是她 她會是很天馬性瘋 但是我就是隨即就忘 所以我們兩個這樣才可以 天馬性瘋來自於是那個射手座 射手座是人馬座 天馬座其實就有一點那樣子的本性在 我的腳 蜂窩性瘋子也 怎麼發生的呢 我調到一個天坑 什麼叫天坑 心意瘋 心意瘋 沒有她才 她去山上的時候 我家自己的天坑 因為我把媽媽葬在山上的森林地位 然後 山上其實那個地方已經有27年了 那可能有些地方 因為我照顧媽媽的時候 比較沒有時間過去 結果有一個平台我就不小心 也不是不小心 我很小心 但是它就裡面已經腐爛掉了 我就整個人像那個天坑一樣 我整個腳就掉進去